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南京市浦口區的官方基督教會 橋北教會擁有上千名信徒 11月14號 浦口區宗教局官員 帶領數十名公安、消防及強拆人員 強行帶離了在教堂內的信徒 拆除了聚會場所 數十名信徒跪地禱告、哭泣 河南商城縣黏玉山鄉村民黃乃慶 11月16號在網上發布一段視頻 舉報商城縣官員官商勾結、倒賣土地 將數以億計的國有資產轉進自己的腰包 還派黑社會人員打傷戶地農民 湖南衡陽籍維權人士胡雙慶 長期在深圳龍崗工作生活 11月14號 被深圳新生派出所警察傳喚後 與外界失聯 15號 警方告訴胡雙慶的朋友 他因在微信群發表涉及香港反修例運動的言論和現場視頻 被行政拘留13天 貴州省前南州滬水縣長田香橫惠高級中學 拖欠施工方工程款 11月11號 施工方人員前往討新 但被保安阻攔 他們只得將討新橫幅掛在校門口表示抗議